嗨,居馬韓服和畫板ROO 多餘的話修復的話花多少錢我都不講了 那我們直接來衝我們的神聖權杖 加13到加15 那一樣齁,我們現在做個紀錄是2022年11月30號 補師第二次的武器的測試 OK,那貓幣的部分我補師這隻身上還有 他送的還有184616貓幣 那這個是加13的神聖權杖,80等的 那銅幣的部分呢,有92203483元 同 OK,那一樣我們這個傳說的石頭呢 一樣就是去用貓幣這邊把它買好買滿 那神聖金屬的部分剛才是24嘛 那一樣買個240 對啊,買240個 沒敵問題 那傳說的武器礦石 如果如果你真的很省次減用的話 壞掉會比較划算 對,因為昨天都有算過了 我就不多講了 我累了 然後至於沒看到沒聽到 就自己去翻影片 就昨天前天的影片而已 還有大前天總共三隻 對,那如果你在下面講的話 我會問你看的嘛 那如果你回我沒 我就直接貼影片連結給你 我也累了 先買個100顆再說 這個很麻煩的地方是他還要去信箱再收一次 可以這麼灰塗是因為 他都有否改然後都有送 所以 14的齁 這一次還滿成功的 好 那 這個的話 就加15了 喔 所以我們現在來算一下 我總共 補師的連比較 白一點喔 好 加15 因為重點是加15的話有 十字固定減1秒 那滿多的 那忽略魔法防禦 這兩個最最最主要的啦 對 好 接下來 就是副手的部分 要衝到加15 所以我就會這樣一路做紀錄過去 那你 玩一隻要花多少錢 好 好 現在的貓幣有 152616貓幣 剛才是184616 那就184616 減掉 四萬兩千 六百四六 所以 花了三萬兩千貓幣 欸 跟剛才比起來 花好少喔 是 三倍 剛才那個 法師充武器是三倍 第二次武器測是三倍 因為法師第二次測武器 花了九萬四千九百九十二貓幣 那這個只花了三萬兩千 是還滿OK的啦 好 那就是 三萬兩千 貓幣 除以3.5 就是我這次花了多少的貓幣 花了多少台幣 是九千 一百四十二 點八五 啊 三好了 五條件經緯 五條件經緯 元 台幣 所以 真的是機率的問題 你看我這一隻 從 加十三到加十五 花不到 一萬台幣 對啊 好 給你們做一下參考 今天 就 不多廢話了 Animio Muack 感谢观看